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挣到更多的钱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我在和很多卖家交流的时候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这个怎么样收费啊 当然要收费啊 准备做站外引流的卖家 一定要明确一个原则 对市场费用的考核 一定不是考核花了多少钱 而是考核花了这些钱以后 挣回来了多少钱 也就是我们说的ROI 亚马逊卖家常用的站外推广方式 一 创建EDM邮件列表 在亚马逊的站外推广中 可以用Mailchin 在你的自由网站或者第三方平台 创建一个邮箱注册页面 收集你的钱在用户的邮件列表 然后给他们发销售类 或者相关客户感兴趣的内容 二 主动获取亚马逊买家顾客列表 通过第三方渠道 获得目标细分用户的邮件列表 比如通过And Discover 通过用户的历史购买记录 收集潜在目标用户的邮箱 给他们推送关联产品进行销售 三 活动赠品 用活动赠品的方式提升产品的曝光度 吸引眼球 是亚马逊常见的一种推广手段 比如 A 让用户分享你的产品 到他们的Instagram上 然后再add你 获得免费产品的机会 B 让用户订阅你的邮箱 或者订阅你的YouTube账号 再从中选取几个幸运用户 获得免费产品 四 网门 Affiliate 销售 五 deal 站点 发布产品信息 通过再不同的折扣站点 发布信息 并通过设置折扣截止日期 获取更多的销售 一些比较出名的deal站点 包括Sleek Deals Deal Nodes Boot Betal Alert Grad S Deals 六 分类信息平台 类似国内的58同城 国外比较出名的是 Craigslist之类的 在上面发帖 销售你的产品 可以考虑添加折扣信息 在上面促成销售 在外引流之 网络红人 在行业内的 Influencer 俗称红人 意见领袖 KOL 大V 七 找博主 主播做测评 通过Google或者YouTube 找到你的目标市场 用户所在的细分市场 比如你的细分市场关键词 加上Vlog Podcast 或者通过YouTube搜索 加上Vlog 或者Review之类的词 找到拥有目标用户 细分市场的人 他们肯定需要 定期的更新内容 或者视频 需要找东西做Review 而你需求的是 用户和曝光 给他们免费发产品 同时给他的目标用户折扣 让他做测评 一举两得 八 赞助Instagram红人 通过HTTP Webster 一之类的软件 找到Instagram意见领袖 给他们发样品 或者通过APP搜索框 进行关键词搜索 找到这些call 然后给他们私信 就赞助YouTube红人 跟上面的搜索方式类似 通过找到YouTube上目标 细分市场的用户 赞助他们产品 让他们去给你做产品测评 影响他的用户 产生购买 十新闻媒体信息发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